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 S20赛季已经接近尾声 在新赛季即将来临之前 官方丢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夏洛特将于S21赛季登场 并且此次官方除了爆料夏洛特的人物背景故事 以及技能介绍以外 还公布了三种免费获取夏洛特的方式 那一夏洛特的祝福宝箱 二参加活动必得新英雄 三现实金币宝箱领取 看着丰富多茶的活动 妥妥的白嫖啊 这个时候就会小伙伴问了 大仙大仙新赛季到底什么时候开启 别急请我给你们慢慢分析 夏洛特的祝福宝箱为抢先礼 活动时间为9月15到9月23日 很明显的活动时间为赛季末 参加活动必得新英雄 活动时间则为新赛季版本更新后 到10月8号 根据以往的惯想 官方一般会在星期四进行更新 所以我大胆猜测 新赛季的更新时间为9月24日 兄弟们 说声时间不多了 想要上分的抓紧啊 其实官方对钟馗进行了技能调整 以及特效翻新 我们把粒子质量调整为最高 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钟馗技能特效 直接上升了一个档次 整体特效为暗蓝 一技能垂地面的时候 能量会由内圈扩散 二技能这很有意思啊 新生的一个长按技能键 会出现甩钩的动作 排面的 同样是出钩 野王选择有的 咱们也安排一个 瞧这个甩钩动作啊 仿佛一直对你进行心理压制 就问你慌不慌 且二技能出钩时啊 会有一层螺旋 炫光包裹着钟馗的手 蔓延而出 十分高端大气上挡次 大招是新增了一个预警范围 技能特效在大招范围内 不计守卫和地府判官不相了 那至于技能调整方面 除了我们曾经说过的二技能伤害下调 回升钩回归 以及新增的现行效果以外啊 官方还将钟馗的被动引爆 在草丛中啊 会引去特效 调整为可见 那钟馗的被动爆炸伤害 本来就有延迟 很容易被躲避 如期想要炸到第一的啊 更是难散加难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李元芳啊 曾经给大家讲过啊 下个赛季射手重回野区 李元芳和马可会成为最强势的射手打野 然而在9月14日的体验服更新之后啊 官方移除对野怪的额外伤害 那么移除了额外伤害 对李元芳的亲眼效率究竟有多大影响呢 于是进行了测试 体验服 李元芳在购买七零短刃的情况下 栏开刷完野区是1分34秒 对比传统的野和李白韩信来说啊 那亲眼效率也中规中矩 请让射手回归野区最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因为龙林立线 可以让射手肆无忌惮地去乘三路兵线 快速发育 但是他有个很大的逼端就是 对野怪的斩杀限要低于其他打野刀 这争夺暴君主宰方面极为不利 那如此看来 相较于其他的传统打野 李元芳打野似乎并不具备任何优势了 新赛季恐怕还是难以绝起 好了 那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小伙伴们还有什么看法 都可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哦 看牙688每晚去的办咱们不见不散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和转发 拜拜 by bwd6